能想起来跟李洋老师合作过多少部作品吧 其实小的时候 九岁的时候 当时我们在 李洋叔叔记得在那个灰色的那个411 411那个播音的那个棚里面 411 那是我们配音人永远的记忆 很多人在那里面都战斗过成长过 当时我记得我九岁的时候 我来这配音 我们是小孩 那时候更小嘛 我们没有主话筒的权利 然后呢李洋叔叔他们配主角吧 都是男主角女主角 然后我们小朋友只能在他们底下钻来钻去 所以那时候我印象 对最深的就是钻到他们这儿 这儿啊来一句 然后就跑了 就把话筒让给他们了 从小要不个人也没长的 就是在话筒前钻的 我觉得 你说太对了 所以我小的时候的配音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除非这部片子是以小朋友为主 那可能老师会给我们一支 让我们主要的话筒 剩一首我们都让给大主角 然后我们在底下钻来钻去的 关键我想问问 就是李老师对您后来的这个配音呢 主持这个影响 您觉得有多大 那时候我们是小朋友嘛 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些艺术家们 那时候都是我们小朋友的老师 我们从小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在这个银河 那时候叫中央电视台 少年电视演出队 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师 他们会给我们有上课的时间 然后他们指导 所以我们从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艺术氛围里头长大的 所以这些老师们对我们今后的这个 不管是从事这个自己的专业 他们的这种敬业精神还为人 都给我们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做了一个特别好的榜样 所以我们像在银河成长起来的小朋友 我觉得我们是特别幸福的 那是 而且从为人上和艺术功底上 都打下了非常良好的技术 是的 小鸭跟我合作的最多的 就是那104级米老鼠的汤老鸭 太可爱了 纯燕您在里边配的是哪一个角色 我配的是那三个侄子 她的三个侄子 唐老鸭有三个侄子 就是她一说话那三个侄子 独以 龙以 修以 我们就说唐老鸭舅舅有什么指示 我们就来 我们也是这腔调 捉弄唐老鸭的三个小朋友 给他捣乱的 捣乱 只要唐老鸭一出现三个侄子就出来 给唐老鸭记坏了 就是捣乱是我 还有这个王雪纯 还有吴虹 吴虹 因为三只鸭子嘛 我们三个人来配小鸭子 这部动画片配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欢乐 每天在那个棚里都欢声笑语的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李洋老师 他当时是用就肉嗓子 就人的这个嗓子来出机器的声音 特别的不容易 我记得徐家查老师要求特别严格 时时刻刻那个鸭味都不能变 都不能变回人生 鸭子味 还得听清楚词 最多的一句台词路过二十几遍 还有潘耀华老师 对 潘耀华老师是著名翻译家 翻译家 郭威林的有声电影的台词 几乎都是他翻译的 他是米老鼠唐老鸭的总翻译 总翻译 一般我们一纸片翻译是不到场的 对 他到场 他积极到 积极都坐在那 然后不许改他的词 看着他的词 也不许变味 然后一个他 还有 因为有三个老太太 治李洋老师 还有一个 录音师王树斋 也是 岁数上了家 三个年龄大的 老同志给折磨出来 严格要求出来 当时是确实是那种 你像我们俩配 脚样的词还少一点 少 这个唐老鸭的词多 不间断 还有最主要的是 徐家查老师说完了之后 潘雅华老师还常说 听 不对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这个不要加虚词 我说不要加虚词 他那个嘴洞啊 我得出声啊 是啊 啊 生气还 生气还 着急 他的嘴洞 我不出声能行吗 你又没词 有时候我就给 记性的根据情节 加那么一两句词 他是认为你压了别人的声音 不是 不是 他觉得情绪不对 他不能够加词 他我翻译里头 没这个词 你不能加 我们也跟他 翻译的时候 他是按照那个口型在翻译呢 他是按照英文的 英文加口型 因为他是特别著名的翻译家 所以他的这个口型 是非常准的 对不对 李洋老师这点 潘雅华老师的口型非常准 但是呢 词不许你乱加一些 你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是不行的 特别严格 然后我记得 我们那时候配音的时候吧 是老式的机器 不像现在了 现在我们配音 李洋老师 你知道咱们一人一鬼 我自己 他比如配唐朗鸭 我自己一天两天 我就走了 明天我小鸭子 我又来了 不行 那时候我们是整场戏 七八个人 一个话筒 在一个话筒前 一个人错就再来 一个人错就再来 所有的人都是要整齐画一的 我记得当时 我们的录音的那个机器 也是非常原始的 不像现在 那机器 它是打点的 点还跑点 然后每次 那个王书斋老师的 他是个 他是哪的人 唐山 唐山 每次都是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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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老王 怎么回事啊 嗨 这个点没打好 点没打好 再来 消了两个字 所以再来 再来 我说 哎呦 天哪 我说您就别那什么了 我说 徐岛 好不容易说通过了 潘老师好不容易通过 您还再来 再来 他不行啊 这个机器不行 四三的机器当时 那个机器 录音像带放进去 使劲按下去 以后又起来了 啪一拍 不起来了 等到起来的时候 让他弹带的时候 起不来 得啪啪拍 起来了 那样情况下 好不容易说通过了 好不容易说通过了